近来香港的一家媒体披露了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查超内幕后 引发了外界对徐才厚案的进一步关注 舆论的争议焦点也从徐才厚背后是否有更大的老虎 变成究竟谁才是徐才厚背后的黑手 有分析指出港媒爆料看似要针对徐才厚的贪腐 但根本的用意是想转移外界的视线 并借此来撇清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和徐才厚的关系 被视为有亲中色彩的凤凰周刊 20号刊登了一篇名为国贼徐才厚查超内幕的文章 文中提到的很多细节引发了外界争议 例如谁是造就徐才厚由农家子弟成为军队巨头的伯乐 徐才厚事发后到海南求助 声称包他无事的老领导是谁 徐才厚涉滩被查的消息传开后 安排他今年初随习近平亮相 并借此辟谣的又是谁 对于涉及徐才厚案幕后的三大黑手 文章只简单提及山东级的某军队正攻系统高官 并没有给出更多信息 有分析认为 凤凰周刊爆料徐才厚的伯乐是某山东级高官 明显是在撇清徐才厚与江泽民的关系 转移外界视线 香港《苹果日报》指出 文章用成敦的钞票形容 是想隐晦地澄清徐才厚被治罪 与江泽民和习近平的权斗无关 这种避重就轻的做法 反倒令外界相信 中共党内围绕徐才厚的权斗正在进行着 此外 上述凤凰周刊的报道刊登后 立刻被大陆各大媒体网站跟风转载 但当晚就全部遭到删除 分析人士认为 此番舆论场上的交锋 恰恰凸显了中共高层的分裂 以及双方博弈的激烈 徐才厚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问题的终结 不是说到它就为止了 而是后边还有更大的事情 在徐才厚的问题上 现在是有两派的势力在进行角度 希望整个这个事情呢 往不同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呢 江系所控制的范围 它在尽量的说把徐才厚的问题 变成他个人的一个贪腐的问题 而呢 另外一方面呢 是希望呢 通过徐才厚的问题 把徐才厚后边真正的后台老板 把它挖出来 此前在10月27号 徐才厚被移送审查起诉 官方证实徐才厚患有癌症 外界分析徐才厚癌症已经进入晚期 或处在病危阶段 尽管如此 三天后 习近平在福建古田召开的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 第一次公开谈到徐才厚案 并且特别强调要塑清徐案的影响 微信账号名为查识局的网友 11月23号发文称 中共当局正在加速办徐才厚案 即使徐病死 案件也不会停止 徐才厚 郭伯雄是中共前党魁 江泽民一手提拔起来的军中的心腹 由于军队是中共内部政治博弈中 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的胜负 首先取决于谁掌握军权 不把军权完全掌握在手里 实际上就等于把政治前途交给了别人 在习近平和江泽民集团展开的博弈中 军队中江派的残余势力 一直在给习近平制造麻烦 在军队中全面清除江泽民的残余势力 这是现实和政治层面的需要 此外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认为 由于徐才厚身患癌症 一旦死去 很多罪证可能无法被当局获得 因此 徐才厚案件被加速处理的更深层内幕 是因为徐在追随江泽民期间 深度参与并主导中共军队活摘法轮功学员起官 徐才厚的身上包藏大量有关江系活摘的核心机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